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诚意在配合杂志采访Epo时 为了配合采访中的蝙蝠侠造型 拍摄时特意准备了蝙蝠侠的飞雕 并在拍视频时需要诚意模仿蝙蝠侠将飞雕丢出去 然而在一次丢飞雕的过程中 飞雕竟然不小心砸到了摄影机上 这让诚意感到非常紧张 并立刻问道 没事吧 不用赔吧 这样的趣事不仅展现了诚意的活泼可爱 更让人见识到她对工作的认真和负责 没事吧 不用赔钱吧 这话是不是特别耳熟 因为诚意家的粉丝果果们也常常有这样的担忧 诚意每次活动结束时都会第一时间跑出来 高定拖地和粉丝们亲切地拍合影 也有些粉丝表现出了一些紧张和担忧 看住诚意身穿的高定服装拖地 忍不住想问道 这衣服这么贵 拖到地上不用赔钱吧 这种贴近生活的担忧一方面展现出了粉丝对诚意的关心 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诚意在粉丝心中的形象和地位 真的是粉随正主 诚意和她家的粉丝果果们都是可爱的的人 诚意的360度是给大家看的 但是诚意的361度是专属果果们的 这个奇奇和果果们的专属浪漫 是奇奇送给果果们最珍贵的礼物 上一次自拍是致敬经典 暗绰绰地告白果果们 如果没有你 如此的良辰美景 让我去向何人诉说 如果注定孤独 那么我愿意去爱全世界 这一次 诚意把存了一年的物料专门整理成视频发到超话 而不是微博 这是她专门送给果果们的礼物 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我们特别喜欢的同时又特别感动 这个大男孩他总是什么都不说 但默默地做了这么多 懂他的人都懂 不懂他的人 咱也不在乎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